好另外花林新政府呢因应这个春节返乡游子的交通需求 因此办理了春节铁路返乡专车 两列列车呢总共1136个座位 今天早上开放订票但是两分钟就被抢定一空 买不到票老先生好生气 从早上一开放订票就不断打电话抢定 但始终打不通 想不到直接杀到现场 还是买不到票让他又起又无奈 跑来跟占务人员抗议 旷连县政府为方便在外县市工作 和求学的游子返乡过年 办理春节铁路返乡专车 提供台北往花莲两列次返乡专车 港班列车时间分别为2月8号晚上8点 和2月9号早上7点半提供网路电话现场订票 想不到早上一开放订票 1136个座位两分钟不管是网路还是电话 瞬间被塞爆 电脑应该是更客观比人接更客观吧 抱怨电话接到手软 民众订不到票纷纷打来抗议 有民众不死心还要排后补试试运气 那你要不要排后补 好你要排8号还是9号的 这个比去年多了 那也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多加开 是台铁他没有办法 抬出更多的班次给我们 订不到票的民众抱怨连连 除了花莲县府办理返乡专列外 台铁目前也计划大幅加开列车 希望满足游客乘车需求 让更多民众可以返乡过个好年 中间新闻廖威林胡卫婷 花莲采访报道